一个美国家庭在20世纪70年代意外发现的神秘金属球体 它居然可以自主移动 大家好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必赢的up主 这一切都始于1974年4月 当时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士的一个家庭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球形金属物体 其重量约为9公斤 尺寸比保龄球略小 当时年轻的医学生特里玛修·贝茨 他的母亲格里和他的父亲安托万 外出检查一场大火对他们的财产造成的损失 这场大火吞没了位于杰克逊维尔以东 乔治堡岛近88亿亩的沼泽森林 在检查过程中 这家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金属球体 虽然这个球体处于大火烧毁的中心区域 但它是完毫无损的 没有任何烧痕或者划痕 而且正好相反 球体完美的光滑 并且异常的闪亮 起初特里和他的父母怀疑 这可能是该地区西班牙殖民者时代的炮弹 然而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主要是因为该物体的外观保存的非常完好 一点都不像几个世纪以前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认为 它可能是政府拥有的一个东西 尤其可能是NASA 或者它甚至可能是苏联卫星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1974年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正处于高峰期 因此美国人一直担心苏联发动进攻 贝茨一家也考虑了这个物体本身是火灾诱因的想法 但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经过一番思考 在没有任何答案的情况下 贝茨一家决定先将球带回家 这个球体在他家的孩子特里贝茨的房间里面 妥善地得到了保管 并一直待在那 没有造成任何麻烦 直到4月26号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天特里和他的朋友特雷莎弗雷泽 像晚餐一样开始练习吉他 突然两个年轻人开始观察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球体开始 震动并发出脉冲的声音 显然是在响应吉他发出的声音 几分钟中 他们注意到球体也正在发出一种人耳听不见的共振 原因是他们家的狗狗对这个球起了特殊的反应 用特里姆青格里贝茨的话来讲就是这样的 这个球一定发出了一些高频波 当我们把贵宾犬放在球旁边的时候 他会乌厌地把爪子放在耳朵上 这件事发生了几天之后 贝茨一家开始注意到其他的与球体有关的奇怪事件 贝茨一家发现把球体放在地上轻轻一推 他就可以随意地改变轨迹 然后回到起点 甚至他们声称有一次球体在最终停止之前 在没有任何外列的情况下一直运动了大约12分钟 由于家里的儿子特里性格比较好奇 同时也被金属球体有关的各种奇异事件所激励 特里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家庭实验 试图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特里首先用锤子敲击球体 看看发生了什么 这导致球体像钟一样响起来 咚咚咚咚的 之后特里将球体用力摇了摇 然后放在地上 令特里吃惊的是 球体似乎就活了过来 在房间里滚来滚去的 好像在试图逃脱这个年轻人的手掌 而且呢 这个物体还发出低频的震动 就好像他那一部装了某种马达一样 另一方面 如果他将球体放在玻璃桌子上 他会先向桌子的边缘移动 然后远离桌子边缘 朝着桌子中心的位置移动 更令人惊讶的是 如果玻璃表面向一侧倾斜 那么球体会向扇坡的方向移动 完全无视了万有引力 在进行了所有的这些测试之后 贝茨一家意识到 球体似乎对天气条件也很敏感 特别是阳光 他们观察到 球体的能力在晴天变得更加强烈 而在阴天呢 则显得比较沉闷 球体是否是使用阳光作为能量来源呢 这个猜想很奇怪啊 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 太阳男者的东西还是非常少见的东西 球体的这种奇怪的自行移动能力 最终让贝茨夫妇感到担忧 他们就将球体封在一个不透光的盒子里 反指万一球体自己逃跑了 贝茨一家对这个球体的能力感到了非常惊讶 他们开始向朋友和家人炫耀他 并且寻求帮助 不出所要消息很快就通过口口相传传播开来 越来越多的人对神秘的球体产生了兴趣 在朋友和家人的建议下 贝茨一家最终决定将他们的神器公之于众 想看看单局是否可以帮助他们查明这个物件的真相 许多报纸对这个故事表示出了非常大的兴趣 最早关于贝茨球体的文章是在杰克逊维尔的日报 摇换坏掉的灯泡时断掉的灯丝发出的咯咯显身 这是个非常微小的声音 但这个声音绝对存在 杰克逊维尔丹地的报纸也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并派出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 卢·埃格纳前往现场 看看他能够得到什么信息 埃格纳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 他觉得这个贝茨球就是个骗局 但他还是恭敬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当埃格纳到达贝茨家时 Grey热情地接待了他 并且迅速将球体给他看 埃格纳在4月12日的棕榈摊邮报上描述了以下场景 我对这种事情持怀疑态度 但当我到达那里时 贝茨夫人说 如果你没有轻点看到 你是不会相信的 他告诉我将球放在地板上并且推一下 这个球滚了一段路就停了下来 贝茨夫人说 等一下 这时球体开始自己转身向右滚动了大约4英尺 停了下来 然后他再次向左转动 滚了大约8英尺 画了一个大的弧度 又回到了我的脚边 埃格纳对金属球体的能力感到了非常的惊讶 他仔细检查了一下 但和贝茨家人检查结果是一样的 他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5天后 贝茨球在各种国际媒体上爆发 几周之内 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知名刊物的记者 开始从世界各地赶来 但不仅是新闻界 科学界和军事界也对这一奇怪的现象表示出了兴趣 甚至美国陆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代表也联系了贝茨一家 以及各种不明飞行物研究人员协会也联系了贝茨一家 许多参观者对亲眼目睹的奇怪现象持怀疑态度 但几乎所有人都对这个球体的能力感到惊讶 就连美国海军也在电视上承认 他们不知道那个物体是从哪来的 同时他们也宣布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财产 在所有的这些骚动中 著名的天文学家J.艾伦海尼克博士要求贝茨一家将球体送到他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的办公室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然而贝茨一家拒绝了 他们担心球体会丢失 所以这个奇怪的球体一直留在贝茨的房间里 直到一些新的奇怪的事情发生 大概就在当年五月份 贝茨一家开始在半夜里听到管风琴的声音 尽管他们家里和他们的邻居从来不会买这样的乐器 同时家里的门还会时不时的自动打开 然后又自动关闪 在这种情况越演越烈的时候 贝茨一家不得不同意让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的科学家把球体带离自己的家 美国海军的专家对球体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但是最初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 他们的机器无法穿透该球体 海军发言人克里斯·伯林格说 我们对球体进行了X射线检测 但是第一次尝试时我们失败了 X射线无法穿透球体 我们只能使用更强大的机器来测试 我们还将运用官普仪来确定它是由什么金属制成的 最终科学家们能够确定球体的几个特征 包括它的确切直径重量和涂层的厚度 这是一个大概半英寸大 但可以承受每平方厘米9000千克压力的球体 球体外部有一层涂层 这个涂层是一种具有磁性的合金耐腐湿 而且不会生锈 更强大的X射线机器还揭示了球体内 还有两个由密度非常大的材料支撑的圆形物体 他们还观察到球体有四个不同的磁机 两个正机和两个负机 并且他们是同仙的 但他们也得出了该物体不具有放射性和爆炸性的结论 因此他们请求准许打碎球体 并对其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不过格里·贝斯拒绝了这个请求 海军最终将这个球体规划了贝斯一家 然而许多问题人未得到解决 球体的那两个原型物体是什么 贝斯一家是否真正的拥有了一个外星技术产物 也许是某种外星的监听器吧 1974年7月 研究公司奥米加Miles One Institute的代表 卡尔·威尔森博士对该球体进行了数小时的检查 发现其正在向周围发射无线电波 威尔森静谨不说 球体的外壳含有一种未知的元素 这是它和钢略有不同 显然 威尔森先生也亲眼目睹了球体的各种奇怪的能力 甚至威尔森还说 他违反了已知的物理定义 奥米加Miles One Institute的研究所对球体的调查结果 与海军的调查结果相似 因此围绕着球体的谜团依然存在 同年 空中现象研究组织的一些成员 设法说服贝斯一家将球体带到了UFO大会上 因为它可能可以证明外星生命的存在 此外 国家询问者杂志还为任何能够证明外星人存在的人提供50万美元的奖金 结果 神秘的金属球体再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接受了各种测试 询问者杂志受委托组建了一个由各种著名专家组成的高级别小组 例如 J.Ellen海尼克博士 詹姆斯·埃尔伯特·哈德博士 尔尔利奥斯普林克尔博士 生物学家弗兰克索尔兹伯里博士 和哲学教授罗伯特·克里根博士 此外 该小组还包括其他高级别的成员 如一名前最高法院法官 一名前美国司法部长 和一名前纽约擅述法院法官 当然 空中现象研究组 UFO互动网络和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等各种UFO组织的代表 也参加了测试 经过一系列测试 专家们得出了结论 尽管已经知道了球体的能力 但该球体最有可能的作用是无线电发射器或者音频发射器 虽然他们无法确定该物体的从哪来 但他们仍然排除了它是外星人制造的这种可能性 鉴于此 询问者报拒绝了贝斯一家赢得50万美金的机会 在活动结束时 J. Allen海尼克表示 该物体很有可能是人造的 同时他也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从哪来的 然而 球体引起了高级成员小组詹姆斯·埃尔伯特·哈德博士的注意 他后来对这个球体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结果既有趣又可怕 1974年8月24日 詹姆斯·埃尔伯特·哈德博士 在仔细研究了球体 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不明飞行物大会上 宣布了一线令所有与会者震惊的消息 根据一份基于X射线研究的报告 球体的内部的两个小物体 是由一个比地球上任何已知材料都重得多的元素构成的 在任何核反应堆中产生的最重的元素的原子叙述为105 地球上天然存在的最重的元素是油 原子叙述为92 但是贝茨球内两个小物体的原子叙述为140 在班时这可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质量 詹姆斯·埃尔伯特·哈德博士警告 如果有人试图切开这个球 它可能就会像原子弹一样爆炸 贝茨一家听完也表示了非常可怕 自己手上抱着个原子弹 但是他们还是决定保留这个球体 在这些声明之后 怀疑论者开始散布一些志在破坏贝茨一家信誉的故事 筋疲力竭的一家决定搬到远番 此后再无音讯隐姓埋名了 直到1987年12月 安托万·贝茨去世 显年67岁 怀疑论者声称 金属球只不过是杰克逊维尔设备供应公司的指挥法 甚至指挥法公司总裁罗伯特·艾德华兹也就此发表了声明 我并不是说这东西不是来自外太空 因为我从未见过它 我要说的是 它的物理描述与我们库存的指挥法球体完全一样 此外 雕塑家詹姆斯·杜林·琼斯克也声称 1971年的时候 他驾车经过杰克逊维尔时丢失了一个类似的球体 杜林·琼斯克说 他是从一个朋友那儿得到的一些指挥法球体 而他的朋友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得到的 所以当年即使他丢失了 他也没有上报 然而检查球体的专家们没有在检测时 在球体上发现工业指挥法通常会有的焊接痕迹 这引起了对这两个说法的怀疑 在此之后 公众的好奇心迅速减弱 在这一系列的奇怪事件之后 多年来地球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贝茨球体的东西 尽管如此 这个谜团在信徒中仍然存在 贝茨球体现在在呢 它被美国政府没收了吗 贝茨一家为什么决定就这样躲起来 哈德博士所说的核爆炸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一切都还是根据 今天就在那儿了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